2012年1月14日 一场大火烧掉了青岛市围线路19号的一栋民居 这则新闻在被报道之后 引起了网友的大量转发 然而大家关注的并不是火灾本身 而是烧害者的身份 一位时荒为生的跨性别 据民说 着火的这家住的是一位中年男性 平时男扮女装 靠检废品为生 住在这已经好几年了 正说着呢 住人回来了 他原名刘培林 人称大喜哥 关于他有着诸多传说 同志一番人记者 特地来到青岛进行了采访 到学三年纪时 我就有这么一个 从心底来说 能发出这么一个 但是并不 那时候不同 并不这么太强烈 那么回去以后也给母亲说 母亲也是说过几句 那时候也不应许 说一说 一直压抑着 一直压抑着 把这种情感一直压抑着 我经历过是有一次吧 我在街床上看一个 看一个也是个男孩子 他那时带着家吧 在这个当时的华山没改造 以前是个华园 在那接受批斗 就说他烂满女主 怎么怎么的 我就从这就说开始吧 有一种害怕的心理 还怕自己再造这种恶运 就没在干 没在干气的 都是 那么到了 八八年 自己好像有一种 强烈的愿望 但是已经表现出来了 已经表现出来了 但是呢 还是有点 有点 单确吧 九五九年那个夏天 我穿了一时 白色连衣裙 我扎了小便 扎了红厨子 我到中央公园 很多人看过 有赞赏的 有逼一的 还有不消一事的 什么样也有 初始在意 以后就不在意 大喜哥的女装 一穿就是十几年 她独特的个性 成为青岛市老城区的 一道风景 然而 这也让她遭受了 很多歧视性的眼光 我在单位 是拿了一笔这块车 是女生不愿待见 是男人不愿意 接近 那么有一点夏天 我当然是没这样以前啊 没这样以前 在上班的时候 我看到德仙路 鼓励口尝了 我呢 就搁起把她 用手把她盖死 结果人家什么 这个神经病 骂一句 我找出点谁啊 我找出点谁啊 是不是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美 追求真实的权利 大喜哥在这个社会的夹缝中 坚持着自我 这个过程 也让她变得更加坚强和豁达 现在吧 我看在喝的时候 那么喝作为一个男性吧 我想没办法 我也说 我现在说作为女性 可能咱们咱俩话都不认可 是不是 我现在就做男性了 不过现在吧 就是说不好听了 还习惯了 怎么说 改变不了了 现在就怎么样了 以前我是比较喜欢男生 但是呢 也比较喜欢女生 我现在 我现在吧 在我的感觉里 我现在谁也不喜欢 我就喜欢我自己吧 我个人我觉得我自己美 但是人家并不认可我美 但是我彼此经常 我自己的心 还是 最八个早就经常我出没 网络上的转发 让大喜哥成为新闻的热门人物 被报道之后 很多热心网友前来探访 希望能够帮助他 但面对媒体 他也有些无可奈何 在这个八成火灾的时候吧 这个这个 这一段时间吧 没有任何人 那么到了17号 就有人来 啊 陆陆续续来 包括媒体 啊 包括媒体 这个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啊 我也没料到的是 所以说 那么 既来之则安置 那么你来了 你需要采访我 那么作为我 我是一个被采访对象 那么我就 我就 我就有 我就有资格给你 把这个事情给你说明 哎 我就说明事情的权利 权利和义务 哎 但是 媒体 啾啾怎么的宣传 他的抖像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哎 在所有探访 大喜哥的这些人当中 有一位 就是淡蓝网的特约记者夏冰 他通过网络 向大家讲述了 大喜哥真实的故事 并帮他发起了募捐 当时就是根据那个火灾的里面的 新闻里面地址找到这里面的 很幸运就是一到这儿 他就在家也没有出去 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应该比其他人更包容他 我现在就是生活状态呢 就是和平常人一样 日圈做日落而起 穿衣吃饭睡觉 吃饱什么话 我内心渴望一个现代式吧 现代式 我看完一个公正的 一个公正的环境 不管怎么样 不要以 拿什么精神 精神液化了 精神病了 用什么 去取消一个人 虽然身居陋势 但大喜哥 仍然每天坚持写日记看书 他的乐观精神 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如果您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请记下屏幕上的 账号信息